乙军撤远远不是 那么更大地面冲突 但七哥告诉你 哪怕他是妥协了就是撤了 那接下来也会包围他 也会群搂他 还会揍他 所以说呢 自从去年7月 10月7号开始 到现在 到现在乙军 乙军的拉胯程度 已经让大家都看到了 这整个地面部队 所以说呢 这个撤军信号巨大 接下来的拐点 就是这个信号 所以说呢 他一定是来保护国内 保护国内 所以说以色列这近几天 极其紧张 所以说呢 从叙利亚境内 或者从伊拉克境内 从黎巴嫩珍珠党 珍珠党境内 来打击以色列 更近 更有效率 所以说呢 接下来 我跟你说 戈兰高地 大概率会成为突破 完了 离异边境 这两个地方关注吧 七哥告诉你 感谢复刑妹妹 感谢复刑妹妹 所以说 对不对 现在 这个点子吗 现在完了 小内塔 小嘴炮 还挺硬 但是啥事 啥用没有 老美给内塔的压力很大 老美昨天不七哥说了吗 老美的意思 伊朗这次你肯定得报复 你报复行 但是你不要报复我 你报复小蚁 可以 怎么打他都不过分 美国已经把这话都说了 就是很低的姿态 而且美英跟胡赛 哎呀嘛 跟胡赛咋装怂的 你们不知道吗 今天亚丁湾 那这会儿又被搂了一顿 英国的商船又被搂了 他俩跟胡赛啥 那意思 胡赛 你别揍我 以后 我解除你的恐怖分子 就是我不叫你恐怖分子了 我在我西方给你解除了 你说这老美这玩意真好玩啊 感谢大眼珠的 说这你们你们想想啊 这玩意跟他们小孩过家家似 那胡赛你你别打我 你别打我 我不叫你恐怖分子了 我给你解除了 我给你解除了 这下考上你奶奶的 回头狂狂又照着小英的 商船一顿雷 雷冒烟了 上次都雷沉一个了 上次英国的商船都干沉一个 这又照着又一顿雷 所以说 所以说这 我告诉你说 这两天 美国的军舰跟 跟英国的军舰 都被揍的老狠了 好多人都说外网船的疯了 反正有沉船有沉船 这个那个的 感谢刷的跑着这对啊 咱们现在不说他沉与不沉 就现在美英这俩货 肯定是拿胡赛是啥招没有 屁招没有 一点招没有了 所以说呢 接下来就是老美这种 这种释放出这种态度 基本上就是妥协 没别的招 那么接下来 伊朗这块对以色列打击 肯定大 所以说呢 以色列跟美国的情报 肯定得到了消息 要不然不能直接大规模宣布撤出 撤出 他之前扔了点也没态度 哈马斯还天天揍他玩呢 正常来看 也没态度 所以说呢 部队也撤了 拉法也没敢打 完了联合国投票也通过了停战 完了呢 他又引战又打击了 伊朗的大使馆 从现在开始 真正的紧张状态要来了 真正的围殴小语要来了 兄弟们 完了还有一个炸裂的信息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 近期 有情报显示 R3给乌克兰提供 炮弹 R3提供炮弹 这个是基本上 现在都在疯传 从这方面看 如果这事 咱们又是落实了 坐实了 或者说 欧洲的国家突然之间有炮弹了 有炮弹了 欧洲的国家突然之间有炮弹了 而且这些炮弹 上来就几十万 上百万法 突然之间有了 而且很廉价 完了 大家认定这是印度的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印证我之前的说法 R3这货 已经彻底倒向美英语 R3这货 已经彻底成为中俄一大三角 的绊脚石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我跟你说 这事可不是空穴来风 七哥告你们 所以说 R3如果被抓住证据 真是这么干了 我跟你说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他 那接下来咱家雷他 那更光明正大了 所以说现在整个报处的消息来看 今天报处的消息都很炸裂 完了第二 布林肯在欧洲分会上 在欧洲开会上 警告欧洲国家 咱家替俄罗斯提供了情报 伪行系统 警告欧洲 听好了啊 布林肯没警告咱家 警告欧洲 说这样 你们要做出决策了 中国给俄罗斯提供 提供违行 情报系统 所以说呢 这是美国告欧洲的 所以说呢 他们这玩意好玩在哪呢 你说呢 没提醒咱家 提醒他们了 告诉欧洲 你们要警惕 完了呢 现在欧洲不接下来要访华 太多了 法外长来完了 下一步 德国总理领了这些企业家 完了 估计马克龙也快了 因为啥 明天 拉夫罗夫来了 明天拉夫罗夫 明天后天两天形成 这是给大地来铺路 完了呢 更有意思的是 我不说了吗 美日飞澳 美日飞澳在南海演习 首次演习 想 想把这个事 吵到舆论国际化 完了 咱家直接发布了 某些人想利用这个事炒作 巴士 全在掌控之中 为啥吵 他那演习是干啥呢 给耶伦 老太太 撑场面 这就是老美的玩法 这是老美的玩法 明白吗 用军事方面 配合一下政治经济谈判 从这方面看 所以说呢 他们演习 咱家一定参与其中 我还是那句话 南海不管咋的 亚太咱家不退 他们四个演习 那咱们加咱们一个 咱们也去 肯定这个事 他们就是这样 老美的套路 每回到这 来之前 呜呱呱的 给你一顿谴责 好像生气凌人似的 完了 到这谈的时候 又不是那个事了 完了 说那意思 我退一步 你也得让一步 完了 谈的过程当中 你不让步 那来了 那边军事演习 配合了 都是 那不叫演习 七哥告你 那叫军事演戏 啊 军事演戏 配合演戏的 哎 包括布林肯 今天突然之间 今天说咱家 给俄罗斯提供情报 全是演戏 全是演戏啊 配合演戏 因为啥配合 没谈妥啊 没谈明白 对 一个军事演戏 布林肯政治演戏 配合 老太太的 对 第一个凡部 都是那老太太的 他是军事演戏 明白不 没谈妥 谈妥个 但是 昨天我就说了 他提的一些东西 纯彻的一根 戏也不 但稍后 七哥 好好掰着掰着 但这些东西肯定是啥又没有的 现在咱家基本上在这个领域 新能源领域 他想搞这些补贴 让大家让利的一些东西是不存在 不可能的 你记住七哥这句话 所以说呢 他们这都是军事演戏 他们可以演戏 在南海军事演戏 那咱家就不惯着他 感谢我亮哥刷穿一件 那咱家就不可能惯着他 咱家肯定在你们演戏的过程当中 咱家一样 跟以前似的 跟以前是一样的 来吧 各种战来吧 主要你不敢开第一枪 那我就来 我就参与其中 所以说 从这边看 老美这个 老美还是七哥用 就是招数用老 从二代后冷战期间 就一直这种招 到现在还是这种招 招数用老 啥意思 一直用的一个招 每次都是 先来硬的 硬的不行 软的 软的不行 你不让步 再来硬的 就这是来来回回的 就这点逼事 最后回去了 啥事没办成 啥事没办成 最后 肯定的 所以说 不光没办成 七哥告诉你 这次还能激发 中美两国的 更多的矛盾 就接下来南海的矛盾 从这方面看 七哥告诉你 咱家到这方面早晚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说呢 这次是配合美国政治演习 政治经济谈判演习 啥用没有 这边啥用没有 关键是啥 拉夫罗夫 拉夫罗夫这两天 打前战 为大地来打前战 接来两个访问很重要 七哥告诉你们 虽然那个访问还没有 没有信呢 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来 大约在五月份 就是马克重 肯定他不可能掉队 进入七哥对话 他不可能掉队 他应该在大地后边 两个访问很重要 一个是大地 一个是马克重 对 这块是关乎俄欧 接下来的进展 关乎远东发展 关乎整个工业体系 跟中俄背靠背的发展 因为乌克兰已经败了 你不用想了 从这方面看 所以说 接下来 巴黎那边也宣布了 巴黎要恢复 与莫斯科的对话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信号 但是这种事 谁能办 只有咱家能办 所以说大地先来 小马断后 小马断后 但是撮合他俩 撮合他俩 从这方面走 所以说呢 德国的加利比茨来 七哥告诉你 我送了四个字 屁用没有 屁用没有 政治方面 外交方面 他做什么做 诅作不了 就现在的德国来说 虽然他跟老美 耍的小聪明 但是屁用没有 屁用没有 所以说 现在 他来 只能说是 中 中德的 贸易体系这边 能 讲一下吧 或者说呢 他们的企业 他们的汽车领域的 协作 跟华为的协作 因为日本鬼子 今天已经开口子了 在我直播之前 日本鬼子正式宣布 日本 三大车企之一 正式加入 华为 智能驾驶系统 日本鬼子低头了 日本鬼子低头了 虚心学习了 加入华为 奥迪 宝马 奔驰 随后都得加入 随后都加入 七哥前两天 刚他妈说完 我说华为 华为整个生态链 汽车生态链 加鸿门系统 整个生态链 是吊打的 是无敌的 苹果不坐车 华为一家独大 看着没有 这马上作用就来了 马上作用就来了 小鬼子加了 奥迪这些东西 他们都得加 你不用想 他们还跑不了 他自己玩不了 苹果不造车 感谢我第一个车的 跑车出去 哎呦我操 所以说 鬼子这块 已经就让 整不过 我就加入了 服了 我学习 还不行吗 从现在的点来看啊 华为在这波里边 基本上老美党都挡不住了 小日本鬼子跟奥迪 做出这种事 很明显 美国佬 押不住他们 美国佬 肯定是押不住的 要不然美国佬 不可能让他们搞这事 现在啥呢 美国的本 鬼 美国的狗子 纷纷跟咱家私下里 示好 平时配合老美 跟咱家旺旺几句 完了 私下里都跟咱家 鼓鼓修修的 老美呢 你妈的 以为老美是真动真格的了 嘎嘎的 谁不能跟他合作 谁也不能跟他合作 你怎么都得保住产业链 荷兰的 你手下 第二半第二半来了 光刻机 老美说我制裁你 都舔个大脸来 表面配合美国 这个中国这不好 那不好 暗地里跟中国私通 所以说老美现在回头一看 就自恶 是个大傻叉子 自恶他妈的 建小院高强 你妈的都他妈 拦不住啊 老美自恶 自恶他妈 给自恶 玩坑里 根本拦不住 没法拦到这些东西 所以说 全是私通 没有啊 这词用的不好听 那也不能用狗写俩字啊 那真是私通啊 你这帮小孩太坏了 你说老美容易吗 兄弟们 老美容易吗 你们今天看老美啊 老美的这不一样 跟中国就就就差 就一咔咔就轮起来了 大炮子就快轮起来了 你看他这帮小小弟 有一头算一头 哪有好揍 没他妈一个好人 你投这帮货 等不过就投行 老美 我跟你说 他没招 这还是小事 等加勒比斯来 加勒比斯从俄乌战争 来咱家三次了 算这次 来三次 第一次咱都没勒他 第二次 带着诚意来 狂狂一顿投资 奥迪啥一顿投资 奥迪长春 还投他妈 二百个亿呢 一顿投资 第二次来了 狂狂扔一千个亿 这才勒他呢 这次来带着这么多高企业 所有企业高企业 把他妈德国的尖端的玩全整来了 上次来是化工企业的全来了 这次高端领域全带来 带来干什么啥呀 你带来呀 带来你妈不得掏兜吗 你感谢可爱的兔兔 你玩 你玩制造业工业 所以说你得掏兜啊 你得整个 所以说呢 他们来都是经济方面的 这事老美拦不住的 没招 因为啥老美连他妈以色列都按不住 那他妈鬼子跟他老 跟老德国肯定往前跳 那接下来法国来哈 我跟你说 我现在非常期待法国马克重来 因为马克重到咱家立马变带高龙 你就记住其他那句话 你便管他能变多长时间 他变身的功夫 哎呀我还挺瞧得起他的 最起码 眼见马克重 眼见是真想变身 别人变不了身 马克重谈啥 谈他妈政治的 谈外交 啥意思 战略自主 战略自主 先是 说巴黎恢复与莫斯科对话 完了大地 拉夫罗夫来完了 大地来 大地来完了 他来 跟大地全敲定了之后 他来 这不就啥呢 中俄法 中俄法整一起去了 老美给欧洲咋混 咋混 必须掀我这方面 完了中俄德是啥呢 咱家给小德经济给他绑上 给小德五花大绑绑上 小加勒比斯 没事就抽他俩小嘴巴了 我看他嘚嘚 德 德国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看他咋嘚嘚 咋嘚嘚也白费 他那制造业 所以说 用经济绑德国 用政治外交绑小法 绑法国 这样就他妈没问题 别的怎么玩 怎么就接来他们上战场 跟俄军干 也是他妈眼双黄的 这帮货 也是眼双黄的 真实的不是跟俄军干 是他妈想剔出老美 夸分乌克兰 美好揍 美好人 所以说 马克虫不是蔫坏 是法国人的小聪明 一直都有 法国人的小聪明 我跟你说 这是这是主意 所以说呢 现在老美啊 确实难受 完了 这个事啥呢 南海 南海这个小军 七哥说了 配合耶伦 耶伦是咋个事 他来之前就说 咱家 美国的政客 很搞笑 说什么 因为咱家的制造业发展 抢了他们的工人工作 你没听错 因为咱家的大力补贴 让他家失业了 让他家通胀了 美国远在太平洋那边 被咱们抢工作了 你没听错 就是一直这么宣传 他们把这些 所谓的负面影响 灌输给美国老百姓 而且美国还干了一件事 最狠的一件事 这事老狠了 郑重了七哥之前的预判 老美把亚裔要细分了 亚裔 细分了 告诉你 快动手了 亚裔细分完了 就剩咱华裔了 老美要动手了 细分了 直接针对兄弟又来了 我告诉你们啊 七哥可不 我可没吓唬你们 因为我直播间 在老美家的人特别多 特别多啊 我知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老美每一步预案 全是按这方面走 而且我去年年底 我就说了 我就早就说了 随着中美博弈的白热化 到老美拿咱家无能为力的时候 老美 只有这样 老美现在 恨不得把犹太都撕不了 别说华裔了 你谁你也跑不了 他把犹太都要卖了 他谁啥事都干出来了 昂萨 昂萨都自断臂膀 我告诉你 你何况你了 我跟你说 这个戏分就是为这条铺路 我告诉你 我去年年前我就说过 所以说 所以说 老美每一步 玩的牌 基本上都是名牌 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大家都能看明白白白的 所以说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老美下一步就是细分华裔 细分 把亚裔细分开了 所以说从这几点看 从耶伦这次谈判 七哥说了 我说了 这次谈不像上次 还有个中场休息 但是没休半个月就完事了 这次 或者是 等他回去 甚至 不回去 就容易撕破脸 某些方面 七哥告诉你 当然了 咱们作为 东方大国 这么多年底蕴在那 不管咋说 客人来了 虽然没有红地毯 啥也没有 也没有高级别的接待 接机 但是你还是一样 等他走了 那就等他走了 等他走了 拿小冰冰开刀 这种可能性 在大大增加 还是七哥说的那个 所以说的 他们不用配合 他那些 小来小去的 咱都看不见 现在明的是 咱家总理 再见 再见他 财政部长 但是外部的 那边南海 美日 非要 四国军演 咱家 他们是配合演戏 咱家也 也在那军演 完了 那边 布林肯说 今天提出来 说 告诉欧洲 中国 给俄罗斯提供 微信 情报 为啥警告 告诉欧洲 你们别跟他合作 别跟他合作 你们打不败 俄罗斯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提供 所以说 两面配合 这边虽然谈着呢 但那边政治方面 布林肯那边 释放了消息 加南海十大十的演习 就是所有的 都是配合演戏 还是齐克那句话 都是演戏 但是总体 战略方针 齐克告诉你们 咱家亚太 还是我那句话 亚太不退 亚太不退 让老美束手无策 啥子也谈不成 你记住齐克这话 啥子也谈不成 所以说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拉夫罗夫 这来的结果一点正好 明天来 这次来 包括拉夫罗夫 打前战也好 包括远东 未来的发展也好 包括 俄乌战局 以及欧战的走向也好 包括大地 在整个 俄罗斯内部的发展也好 工业链也好 所有的 中俄这块 今年 会加紧 而且这次来 估计全得签了 这些事 全得签了 所以说呢 中国欧网 就是美国网 美国 提出咱家给提供情报 我这些东西 你七哥 咱都说了 不意外 还是我那句话 咱家最近 没提 三个字 你们听 没提 中俄合作 无上限 为啥不提 问都不提了 问都不提了 为啥不提了 不提代表 俄罗斯要赢了 为啥 战场上 明摆着了 不能再吓他们了 不能再吓他们了 之前 合作 无上限 每次都是 俄罗斯 在战略形态 经济形态 处于下风 咱家 一定要告诉他们 我们是无上限的 你们别嘚子 别过分 到现在 你他妈要抓着 这个老提 你吓着他 他不敢打 不要吓唬孩子 不要吓唬孩子 不提了 你们玩去吧 打完我再提 打完我再提 对 在他现在有啥可提的了 对明白不 不能再老提 吓孩子 吓吓 太吓人了 对 不能提了 所以说你不提 美国提了 布林肯提了 布林肯说 中国直接提供情报了 警告欧洲了 但欧洲一个屁没放 谁也没吱声 欧洲讲话了 我负费